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家乡的所有的乡民能够看到我们的戏 能够看到一个平时在上海 北京 乃至于国际上的一个水准的演出 能够在我们自己的镇里面能够演出 然后看看文化的力量能不能慢慢改变这个地方 那么正好呢我在美国在俄罗冈的萨斯比亚戏剧节 做英文演出的《暗恋桃花园》 他们也是一个小镇 然后是在一个环境挺优美的一个地方 然后很多人就习惯了 就是几十年来都习惯了 从大城市带他们的孩子 夏天的时候就来到这个地方 白天看剧玩 晚上看戏 看萨斯比亚看其他的经典 那我觉得这个 就这样子这个镇的经济就这样起来了 就是整个一个经济是透过文化来做的 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说我们能够把一年一出戏 扩大变成更多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模式 那现在真的要成了 除了感动还是感动吧 因为我常常觉得我就是一个做梦的人吧 那这个做梦的人 我的梦想能不能成真 那还是要靠太多太多的这些缘分 这些朋友的帮助 戏剧小镇开出来之后 我相信一个很大的特色就会产生 就是大家对会昌 希望它能够成为干南地区的一个 像个西铁一样 所有喜欢文化的人 喜欢剧场 喜欢戏剧的人会过来 然后好奇的人也会很多 会开始想到这个地方来看看 然后文化的力量就开始出来了